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香菇怎么做入味更下饭 咱们今天来分享炒香菇的小技巧 首先在清洗新鲜香菇的时候 在里面加入一勺的食盐 这样可以更好地去除香菇表面的灰尘与缝隙中的杂质 香菇的根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留 把它先在水中浸泡两分钟 然后用流动的水给它多冲洗几遍 这样能够更好地去除香菇缝隙中的杂质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水开后把洗净的香菇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焯水可以让香菇做出来以后没有异味口感更香 焯水的过程中加入少许的盐增加底味 把香菇在锅中大约煮至两分钟 煮至到轻轻按压可以明显感觉到香菇的表面略微有一些柔软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它捞出来控干水分备用 下来把焯好水的香菇略微放凉一下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薄厚均匀的香菇片 香菇片不用太薄大约一个硬币厚度就可以 这样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有嚼劲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适量洗净的青尖椒直接斜切成小块 如果不吃辣椒也可以换成蒜苗或者是其他的食材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小米辣椒搭配一下颜色 洗净的小米辣椒去掉根地后直接切成辣椒圈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大蒜直接切成蒜片 生姜能够起到增鲜去腥的效果 把生姜切成小姜片和蒜片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的五花肉能够起到增鲜的效果 把五花肉去皮后再切成均匀的小薄片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食材非常的简单而且家常 接下来把锅烧热后加入适量的油 热后把锅的四周尽量润透以免粘锅 然后把切好的五花肉片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在炒制五花肉片的过程中稍微多煸炒一下 充分地煸出肉片中多余的油脂 这样做出来可以让它的口感更香 把肉片炒制到表皮收缩略微有一些焦黄的状态 肉在里面加入少许的老抽略微上色 然后再加入一勺的甜面酱 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接下来先把肉片在锅中充分地炒香炒出浓郁的酱香味 炒制到表面均匀上色可以闻到浓郁的香味后 这个时候先把蒜片生姜和辣椒圈先添加到里面一同煸炒 把它们先在锅中充分地炒出浓郁的香味 这个时候再把切好的香菇片添加到里面 在炒制香菇的时候用中火稍微多煸炒一下 这样能够更加充分地激发出它的鲜香味道 把香菇在锅中炒制到柔软可以闻到浓郁的香味 这个时候再把切好的青椒块添加到里面 然后用大火快速地把食材在锅中翻炒均匀开始调味 加入少许的盐和鸡精 加入适量的生抽增加复合的味道 再加入少许的白糖提鲜 调味后把食材在锅中充分地翻炒均匀炒至入味 炒至到辣椒有一些柔软的状态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香菇用这种方法做鲜香入味 而且口感非常的筋道 不仅开胃下饭而且又下酒非常的受欢迎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